大家好,我是宗魔人 今天为大家介绍是 Moshina英雄传 七魂的龙神丸 Visual and Story Visual and Story 那基本上就是呢 它的插画以及故事集 那除了这本书本身值得收藏之外呢 其实它真正的本体在后面 就是呢 它的特别附录 也就是呢 Next Edge Style系列的 Special Clear Color 特别彩透版 那其实呢 我们知道 就是七魂龙神丸 这部动画 其实它的商业气息 是非常的重 基本上说穿的就是呢 为了卖玩具 所推出来的一个新的动画 那不只是呢 它的动画在卖玩具 连出个书 它也是要绑着玩具一起卖 那甚至你可以反过来说 其实大家都是为了 要收藏这个特别版 才买了这一本书 那这年头谁看书嘛 所以如果你单只有书的话 其实可能会很难卖 但是绑个玩具 感觉好像就有不同的价值 好那这一次呢 我们除了介绍这个彩透版之外呢 还有一般版 那其实它的价格 现在也不便宜啦 不过呢 之后应该会再版 那以及呢 这一次的这个彩透版的部分 连书 我大概是买1800啦 那价格呢 会比较贵 可是呢 特别版 那么就随便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就咬牙就收了 好 那么另外我们还顺便介绍一下 这个是另外一个版本 就是呢 在七魂龙神丸 动画最后一画 所登场的黑画的龙神丸 所以呢 三种不同的版本 各有特色啦 那我们就先从 这一次的彩透版看齐吧 好 那么它的主要内容物呢 就是Next Edge Style系列彩透版 龙神丸 以及呢 专书一本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本书好了 这是它的封面 封底 大概这样 那以及呢 前面这边有个书腰 那我相信呢 如果你有看过Hobby Japan的朋友 应该对它的内容会不陌生啊 首先呢 第一页这边呢 它是里面主要角色 以及呢 动画之中的一些插画 好那再来呢 这些大概就是在之前Hobby Japan之中呢 有连载过的一些插画 那主要就是呢 它的玩具 以及呢 它有一些原创的模型 去做一些拍照组合 那到底是不是跟Hobby Japan内容完全一样 我就不太确定 但是基本上 应该也是换汤不换药 那再来呢 就是每一个角色 稍微做一点点的写真照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文字介绍 那看起来呢 应该就是把它的官方照片 放在这边贴一贴 所以呢 包含 看到七魂龙神丸的几个角色 基本上都有了 比较特别的是这一页 就是呢 这是Hobby Japan里面呢 他们特别找模型师来制作的一些 敌意的角色 那这些呢 就没有立体化 所以这边应该算是稍微比较梦幻一点 但除此之外呢 就是像行录一样 就把这些主要角色呢 全部再看一次 包含像这个是 龙神丸黑暗的部分 好 那再来其他的就是 全部都是文字啦 那基本上就是小说 以及呢 它中间也有穿插个一两页的一些 像前面那样子风格的插画 所以呢 除非对这个 七魂的龙神丸这部作品 特别有爱的朋友 不然你可能会觉得说 诶 不知道要看什么 好 这是它书的部分 好 那至于说呢 这个Next Edge 它有系列彩透版 那首先呢 它就是跟这些 板带的一些特别版一样 都是采用 这种单色印刷 也就是呢 就是蓝白嘛 所以基本上 也就是蓝色的印刷而已 好 那打开之后呢 它的内容物 包装就跟 一般版是差不多的 就是一个 七色盒 那里面说本体之外呢 两个手型 一个背上这个放箭的这个夹子 以及呢 它的这个 这个什么箭 灯笼箭 好 那么当然还有 这个系列 片钱的地台 以及呢 说明书 不过它说明书 有点压到 稍微皱皱了 好 大概也是很简单 后面就 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就直接把它给打开来吧 这里我们也顺便看一下 Ryuji Maru的Dark 就是暗黑版的龙神丸 那基本上呢 它就是在动画最后一画 就是整个黑化的一个呈现 那我还蛮喜欢它的包装 你可以看到 就很像早期Takara的组装模型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魂商店 所以呢 它也有一个像这样的输送盒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内容物 那首先呢 它的内容物跟其他两个版本 是完完全全一样的啦 就是呢 换个颜色 换个包装 再卖一次而已哦 所以里面除了本体之外呢 两个黑色的手型 还有灯笼键 还有它的刀鞘 那同时呢 它当然也有像这样的地台 以及呢 它还有一个像这样 问卷调查 还有 比较有趣的是呢 它里面除了说明书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 长得很像是 新闻哦 这种报纸的 这样子一张 算是纸哦 算是附录吧 那它里面呢 创界新闻 那就讲到说呢 龙神丸的心 被什么恶意的物 怎么样的压迫之类的 那以及呢 它这边有 欧巴巴的 昔日的物 讲到神部七龙神 同时呢 还有这个应该也是 很有趣的 看起来是新设定的 一些魔神哦 这是什么金字塔 这是法老王 以及呢 这个交通安全 这我是没看过啦 这个如果知道朋友呢 稍微帮我留言 补充一下 好 那它基本上是单面 那以及呢 它的说明书 大概就像这样子 前面是这样 后面呢 就是地台 以及一些说明等等 三种版本放在一起 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那首先呢 我们先量一下 它的尺寸 头顶高 差不多是 8.5公分左右吧 加上头上的脚 就来到了 11公分不到 好 那是三种版本 它所有内容物 基本上都是完全一样的 就像前面这边展开 包含灯笼键 以及呢 手型跟它的 背上这个刀鞘 那我们先看一下 一般版哦 那事实上 在我的影片之中呢 它已经看过蛮多次哦 它的造型 我觉得是算 中规中矩啊 那关节的紧实度呢 也还好 不过呢 它有时候有的版本呢 可能它的 手的上臂这边呢 其实会有一点点松哦 那另外呢 它的涂装 像是红色的部分 它也用了一些金属的效果 以及呢 金色的亮度也还可以 整体来讲呢 这个造型还是不错的哦 这是一般版的部分 那黑色的版本呢 虽然说它是 看起来是只有黑色单一的颜色 但是事实上 它也是有做了几个不同的层次啊 那主要呢 是那种比较深的 算是黑色吧 以及呢 这个比较深的灰色 同时呢 你可以看到 像是它的爪子啊 这些地方呢 则是有一点像黑铁色的感觉 所以呢 光是这个黑色部分呢 它应该就有三种层次 那以及呢 它上面这个红色部分 也是有做涂装 那龙的部分呢 则是做成紫色的哦 包含它的眼睛部分呢 也是有做一些 算是蛮完整的涂装啦 所以呢 虽然说感觉是只有黑色哦 但是 仔细去看的 这些细节也是 都有做到相当OK的程度 这是暗黑版的龙神丸 那最后呢 当然就是这一次要看的 彩透版 那它的涂装的部分呢 首先呢 金色的部分呢 跟一般版看起来是一样的 那不过红色的部分就 比较有趣 它红色的部分呢 有特别运用的 这个透明红的 这个零件来呈现 那包含像它的肩膀的部分啊 以及呢 像它前面这个珠子哦 那最有趣的是呢 它头上这个部分 三角形这个结构呢 它也是利用彩色的 透明零件哦 那这个就感觉很还原那种 剧中 最后呢 这个欧达路 欧达路呢 要从这边进去的一个感觉 不过呢 当然它也没有什么内构啦 所以呢 当然就不会呈现说 里面或者像龙的这个文章等等 我觉得这个是 稍微有点可惜 如果呢 能够把里面再加一点 这个龙的这个概念的话呢 整个这个 呈现的这个质感 应该会更有趣 好那其他的就是 透明蓝 透明的这些零件等等哦 好那这边我们稍微看一下 它的可动度 基本上头呢 下面这边是一个球体关节 上面也是个球体关节 再加一个转轴 所以呢 低头大概到这里 抬头呢 也不高 大概这里 左侧侧向呢 可以稍微有一点摇摆 那在转头的时候呢 其实就很容易被旁边的 领子的结构 给稍微卡到哦 那手臂的部分呢 前后的旋转 往上抬呢 它这个部分也是独立可动 可以到90度以上 还是没问题 上臂可以旋转 手肘呢 一段关节 大概90度都不到 拳头呢 这边也是旋转的设计 那中间腰部呢 这边是可以左右的旋转 往前往后的角度 看起来是蛮小的 还是因为我这个有点紧哦 好 脚的部分呢 前后侧向 可以到整个大P腿 没有问题 中间的膝盖 也可以90度 但因为小短腿哦 所以可动度就这样子哦 那脚板的部分 往前往后 侧向 贴地 感觉有点小 好 那背后的部分呢 这边就有一个洞啊 你就可以把 它这个算是呢 最阳春版的刀销呢 就可以直接装在这里 不过呢 这个零件感觉 比其他两个来得更紧一点哦 那灯笼件的部分呢 它的剑的 这个刀刃的部分 是金色的 但是呢 它的握柄的部分呢 则是透明红哦 所以呢 基本上应该就是 透明件去做喷涂哦 那当然你可以把它给插在这里 或者是呢 你也可以把它握在手上 那不过呢 它握在手上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需要 你可以看到上面这边 还是有点松哦 要把它的三根手指头呢 稍微把它给掰开 好像这种地方 我都会有点担心啊 就是呢 在掰的时候呢 虽然说它有点弹性 可是我还是会担心说 会不会不小心呢 会卡到怎么样之类的 好 像这样子 再把它装回去 好 这是它的握件的一个感觉哦 另外呢 它就有这种 三个爪子开掌手哦 做出一些姿势等等 应该也是OK 那换装的方式呢 当然就直接 把它下来 装上去 好像这样子 这个就是 这一次为大家介绍的 彩透版的 龙神丸 那同场 加印 暗黑版 以及一般版哦 那基本上呢 这个 如果你很喜欢 龙神丸这个角色 我觉得收一般版 其实也就够了了哦 那当然呢 如果你想要有一些 比较特别的版本 那这一次的彩透版呢 虽然说价位稍微比较高了 但是呢 这种特殊的质感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哦 因为呢 当初我其实看到 它的 这个官方照片的时候 其实没什么感觉 可是呢 后来看到 Hobby Japan 他们自己在推特上面呢 有拍了一些 也算是细节的照片 我倒是觉得还蛮有趣的 所以呢 这次就 三个版本就一起入手 那如果对于喜欢龙神丸的朋友呢 其实也是可以参考一下了哦 好 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